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讲的民国人物是陈吟雀 话说呀 1953年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默若 让一个人带了封亲笔信 到广州请陈吟雀 担任二所的所长 这个人呢是陈吟雀的学生叫汪钱 住在他家 辞在他家 很熟 但是那个做派呢 让他的老师很不喜欢 第二天 陈吟雀写了那封著名的信 叫对科学院的答复 里边提出了两个条件 说满足就可以做这个所长 一 中古研究所 不搞任何形式的政治学习 只专心于学术 二呢 请领导 给这个条件写一个允许的委托书 当时很多人听了这个 都替他捏把汗 说 老人家 您胆也太大 陈吟雀雀说 我只是个学者 对政府不必说假话 说起来还有一个传说 当时六十年代的中任战争 我们把印度人打得够恰 全军殲灭 但是对于重新界定的迈克马红线 当时已经找不到任何依据了 据说呀 毛亲自 亲点 陈吟雀 来回顾这个历史文献 当时双目失明的陈吟雀呢 竟然一条一条的给列了出来 对于中方啊 在这个谈判中 发挥主动作用 起了很大的 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陈吟雀 作为民国时期公子中的公子 教授中的教授 清华的四大导师之一 他有着怎样 坎坷多喘的一生呢 1890年7月3日 陈吟雀 生于湖南长沙 出生的时候啊 因为正是尹年 所以叫了吟雀 他这个名字啊 其实有很 很多说法 有人说呀 应该念克 因为是克首的克 一个竖心 搞个个别的克 但是呢 不少学者考证 说呀 应该念雀 因为这是克家音的 发音 后来又有人说 那不是克家 是粤语的发音 但是他自己呢 英文署名上 叫的是克 所以呢 一般以为 他愿意叫自己 陈吟克 我那时候 刚开始读这个名字的时候 读三连的一本书 我就一口一个 陈吟克 结果闹出很多笑话 因为圈子里呢 都念雀 就说一看 你就不懂民国 还叫陈吟克 这是一个 国王的一个笑谈 陈家呢 是个大家族 他的主妇啊 叫陈宝征 非常有名 是湖南巡护 父亲呢 陈三立 也是朝廷大员 很小的时候啊 陈云确就受到极好的启蒙 学习四书五经 地理算学 后来呢 家里 请的教师 都是 国学大师 但是 他父亲跟老师约定 说我们家 两条原则 第一 不准打 第二 不背书 求理解 据说张志栋 打小就非常 欣赏他 给了很多 很高的评价 陈云确本人呢 也非常 爱读书 那个时候啊 他们家已经 迁居到了南京 开办了一个 私艺学堂 家族的呀 周围的人呢 都在那念书 他呢 无书不欢 如果这一口气 看不完 不行 所以经常在 文章里 偷偷尝一小灯 小油灯 这样久而久之啊 直到那个油灯啊 它有一种油烟 对这个眼镜 伤害就极大 不久呢 无需变法失败 我们都知道 无需六君子 多数都是湖南人 他的祖父 陈宝珍 就是他们的 总后台 所以呢 清廷 也知道他 为人很正 还不算太狠 给他们 爷俩 下了个结论 叫永不续用 官场就别做了 这样呢 陈家一想 就把他们 兄弟几个呀 在1902年 当时他才12岁 就去了日本 对陈延确来说呢 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 游学的过程 从日本开始 当时他在东京的 红文学院 曾经跟鲁迅呢 住过一屋 他这个人非常散淡 有点大家子弟 那股劲儿 说是淡定 其实是不上心 人家鲁迅在日记里啊 多次提到 他哥哥 横雀 提到银雀 在矿路学院 怎么着了 跟日本人怎么着了 学问怎么着了 可是这哥俩呢 基本没怎么提 几年以后啊 陈延确因为 患了矫气 辍学回国 回到上海的 复旦工学 读了几年 人家家里的人脉广啊 这期间呢 他给蔡厄做秘书 还和他的同学 叫林伯渠 也是我们的开国元老 给湖南独军 谭雁凯 一起共过世 总的来说吧 他做官场呢 淤于寡欢 其实也有点 格格不露 自己很少提这些事 家里看他这样呢 倒也不强迫他 既然是天才呢 陈仁确对 继续搞 古文研究 感觉兴趣 也不是很大 他就考了这个 欧洲官派的留学生 先去了德国的 柏林大学 类似的苏黎世大学 巴黎高等政治学院 等等等等 一战以后 又去了美国的 哈佛大学 学习梵文啊 巴黎文啊 哎呀 聪明劲儿就甭说了 所以像这种 家似好又聪明 同学也各个都是 背景差不多的 这种人呢 不出头都难 他那个时候呢 能背诵十三经 学习了十四种文字 能说四五种语言 所以呢 虽然他不怎么显摆 但是偶尔一弄争容吧 叫什么 季先林这种 对他是崇拜的不得了 季先林呢 曾经对他的读书笔记 做过精心的分类研究 发现有六四四后本 涉及到历史数学经济 各个方面 他是赞叹不已 但是挺奇怪的是 这陈云雀 整个留学十六年 就没拿到过一个博士 好像是 偶尔的获了几个学士学位 没拿博士 他说博士并不难 但我一想要在两三年内 就搞这么一个专题 被他局数住 就没时间学其他的了 我就觉得挺不值的 您听听 这话多牛啊 但是呢 官派留学生 其实生活也蛮苦的 吃饭都是AA字 有一回啊 就是都回国好多年以后 赵元任夫妇请他吃饭 端上了一盘这个草腰花 杨不伟就问 说哎 在柏林的时候 你不顿顿都抢着吃这个吗 今天你怎么一口不动 陈人却一笑 嗨 那时候不是因为他便宜吗 那时候在德国 他那帮同学可了不得 傅思年 金月林 徐志摩 余达会 隔山岔五聚会 没钱也没关系 咱们聊学问 穷乐 那个时候 真是一段特别难忘的 快活的日子 对他来说 1925年呢 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 梁启超 提名 陈云雀 最后呢 前面这个已经说过了 到了之后 那年他是36岁 来清华讲课 后来呢 与这个王国为 梁启超造元任并列 成为四大导师 成为民国四期的一段佳话 与北京大学 灰影相照 风格不同 陈云雀呢 在清华园 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刘洋回来的 什么西装革履 眼镜 拿一手杖 不是 他穿一长袍 戴一个遮耳朵皮帽 上课他就坐车来 下课坐车回城里 进教室的时候呢 还夹了一个布包 里边装着各种资料 和书籍 不少他的学生回忆 说这是像一个书店老板 上课第一天呢 出了一幅对联 大概是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 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意思呢 清华园呢 有这个 梁启超和王国威这样的 啊 大实在 咱们呢 也都跟康盛人 啊 傅天子 咱都结缘了 夸完别人呢 他话锋一转 说我呀 到这儿 有三不讲 书上有的 不讲 别人讲过的 不讲 自己讲过的 也不讲 有一回他讲 白居易的诗 其中有一句话 汉皇众涉 诗清国 就这么七个字 他就把第一个字 哈 写在了黑板上 那是真笔字的哈 写完之后 这一字 讲了四堂课 所以呢 一般人还真听不懂 听他课的 那不光是高年级学生 那往往是 这些老师们 只要有时间 都来听他的课 1929年呢 那三位 大佬 死的死 走的走 就剩下陈仁确 留守清华 中文系 历史系 哲学系 三个系聘他 说不行 这课你不讲不成 别人讲不了 一时间呢 他成了香伯伯 有一回 他们这个 有个命题作文 叫梦游清华园 出了个对手 很简单 叫孙行者 然后这个 考究一下大佳工地 本来标准答案是 主充之 这对的挺好 结果呢 有一个叫周祖摩的学生 写了个胡四字 嘿 陈仁确说 这个学生不得了 将来一定 了不得 好 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 预知后事如何 切听下回分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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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